手机是现代人生活绝对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消遣娱乐 手机或许都不可缺席 这也就使得一个小小的手机 或许藏着使用者许多私密信息 也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网络攻击的主要目标 自从手机普及开来后 相信每天可能都会有因为手机信息丢失 而带来各种麻烦的小伙伴 为此几天前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发布了一份报告 详细知道了我们的数据和个人信息 免受网络的威胁 这份移动设备最佳实践报告 提供了一系列超级实用且易上手的建议 以防止黑客的入侵 首先就是每周至少重启一次手机 这项看似简单的操作 或许大多数手机使用者都没有做到 相信大多数用户 都是只要手机不死机不断电 那是很少会主动重启手机的 但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发布的这份 手机信息防盗方案 首推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 每周至少关闭并重启一次手机 无论你是安卓还是iPhone用户 文件建议 偶尔重启手机可以帮助应对一些 临日漏洞和可能正在运行的恶意软件 这份文件中提到的手机型号 包括2010年代初期的设备 例如带有Home键的iPhone 和一些三星Galaxy设备 尽管这些设备已经较旧 但该建议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虽然重启手机并不能完全防止所有攻击 但根据NSA的说法 重启设备确实可以帮助防止一些攻击的成功 此外 重启手机还可以帮助修复内存泄漏 和一些可能导致设备问题的错误应用程序 如果你觉得每次手动重启很麻烦 一些手机制造商还提供了内置的自动重启选项 帮助你定期重启设备 当然 仅靠这一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威胁 移动设备面临的网络威胁形式多种多样 鱼叉式的网络钓鱼攻击 可以诱骗用户安装恶意软件 而零点击漏洞可以在无需用户 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感染手机 其他风险还包括恶意应用程序 拦截互联网流量的有害WiFi网络 监视对话的间谍软件 以及窃取通话或短信数据的远程黑客 即使是短暂的物理接触 也可能足以让人安装恶意软件 为了增强手机的安全性 NSA还提供了以下的关键建议 首先就是保持软件更新 定期更新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 以确保它们具有最新的安全补丁 二就是使用官方应用双电 只从Apple的App Store或Google Play Store等 可信来源下载应用程序 以避免恶意软件 第三小心链接 避免点击电子邮件和短信中的链接或附件 因为这些是传播恶意软件的常见方法 第四避免公共WiFi 公共网络容易受到攻击 如果必须使用它们 考虑使用VPN保护链接 第五禁用蓝牙 在不使用时 关闭蓝牙 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设备连接到你的手机 第六 保护你的设备 使用至少六位数字的墙密码 并启用面部或指纹识别等生物识别功能 以增加安全性 第七 使用可信配件 只使用原装或可信的充电配件 并避免使用可能被攻击的公共USB充电站 第八 关闭定位服务 在不需要时禁用定位服务以保护隐私 此外 你还可以专门使用安全应用程序 如iVerify 它可以扫描你的设备是否存在恶意软件 并确保你正在使用必要的安全功能 据报道 仅在2023年 美国总共报告了3205起数据泄露事件 与此同时 超过3.53亿人受到了数据泄露 数据泄露和数据暴露的影响 虽然这些事件的性质有所不同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在所有情况下 敏感数据都未经授权的威胁行为者获取 一些行业的私人数据泄露事件 通常比其他行业更为严重 这取决于这些行业所存储的个人信息的类型和数量 2022年 医疗 金融服务和制造业 是数据泄露事件中最频发的三个行业 近年来 美国医疗行业的数据泄露数量逐年增加 金融领域的数据泄露事件 在2020年至2022年间几乎翻倍 而制造业的数据泄露事件则增加了三倍以上 智能手机安全问题 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 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解决 除此之外 作为智能手机的使用者 我们更要有一个戒备之心 毕竟能够保护自己数据隐私的 可能还是一套完善的自我防护知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